你是否常常想,为何你要求的没有来到身边? 从每个念头到话语,这篇文章提供几个观察点。 这一篇对我而言受用无穷。 你也可以造访欧灵,打本官方网站观看更多文章。 欧灵,你的心智,展现强大的能量播送。 它也决定了你如何体验世界,及你创造出什么。 你的想法是有词性的。 它们有你之中向外吸引你所想的事物。 你的内在对话很重要。 因为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决定你吸引来的事件。 人和物,要变得更为光明。 在你的生活中创造更快乐的事件。 当你对你自己或其他人说话时, 使用较为正面的自语和思想是重要的。 你的思想创造实相, 它们向外道世界去影响其他人。 当你转移到更高的能量层次, 你会想要以增进你思想的质量来提升它们。 当你开始了更为纯净、仁慈、充满爱的思想, 你会开始改变你身体的吸引力, 与更高层面的宇宙相互共鸣。 你可以观看你的内在对话开始。 你常常认为你自己是错的吗? 你告诉你自己你的努力不够。 你总是试着往前冲, 急急忙忙, 自我强迫或设定不合理的期限。 你是试着取悦其他人。 告诉你自己若有任何人不开心, 那就是你的错。 你失败了。 你批评, 去找事情的缺点而不去看好的一面。 寻找什么是不可行, 什么是不对。 你将焦点放在错过和错误的事, 还是运作的越来越好的事。 学习去控制你的内在语言, 就是学习让你的心听从你, 而非支配你。 去学习, 能够选择什么想法要来到你心中, 而非被我然蹦出的想法控制。 部分学习发展的目标, 即是让你的心交由灵魂来主宰, 透过观看你的内在对话, 爱你自己, 以及原谅你所有的错误。 最好的方式, 是将它们视为学习经验, 你可以提升你的思考层次, 留意你使用的字眼, 及你在使用它们时有什么感觉, 一遍遍地说着更为正面及充满爱的话语, 来提升你的心的振动频率。 当你留意到你自己觉得焦虑或沮丧时, 使用正面的字词来提升你的能量, 这些是来自灵魂的字词, 你不必真的将它们讲出来, 用这些字眼对你自己说话, 像、爱、清晰、意志、目的, 说, 我是强壮的、 分享的、 关怀的、 忠诚的、 富足的、 光明的、 热情的、 和平的、 平静的、 尊贵的, 想出所有你知道的美丽, 激励你的字眼, 你不需要将它们讲出来才能达到你之内, 当你对自己说话时, 使用这些字, 如轻松的、 激励的、 成功的、 和有创意的, 当你对自己说话时, 使用表示现代式的字词, 以我现在, 来取代有一天我将, 你的心将会以你对自己所说的逐字解读, 若你说, 我将会快乐, 你的心将逐字解读这句话, 并创造出你想要的事你未来将会得到, 而不是你现在正在体验, 这就是说, 你将永远不会体验到它, 说出你想创造的事物, 就像你已经创造出它们, 我爱我自己现在的样子, 我今天很快乐, 我现在拥有金钱, 我现在拥有我的灵魂伴侣, 在你这么说的时候, 可能与事实不符, 但这将会很短暂, 想象你的心中, 每天有四万到五万想法经过, 若你可以将其中两千个想法, 悦爱, 富足和喜悦, 你将会很快地改变你所体验的, 你并不需要许多更高能量及爱的想法, 来改变你的个人体验, 因为更高能量及爱的思想拥有的力量, 比较低能量的本性强大更多倍, 注意你使用应该, 必须及必要这些字眼的时候, 你是否经常对你自己说这些字眼, 他们时常设定反抗, 并创造出与他们意图相反的结果, 你会像生气的父母那般对自己说话, 还是你使用允许跟随自己本身能量流动的爱的声音, 当你发现你对自己说你必须做什么, 看看你是否能变为和善包容的一个建议, 而非命令。